来本报道 全台卷起黄色小鸭的热潮 而周边商品也跟着发烧 像是各家品牌就推出了 各式各样的黄色小鸭 有小鸭杯盖组 小鸭磁铁 还有可以放在澡盆里头的 荧光小鸭 要和霍夫麦的小鸭一较高下 霍夫麦的黄色小鸭好大 在高雄港没法搬回家 没关系 还有小鸭大军 在后头抢攻商品市场 为了和霍夫麦的小鸭 尬一下搞怪小鸭底家啦 钓鱼吗 训练了 现在已经改掉黄色小鸭 而且要放在水里头钓 超级应景 如果关了灯也有得玩 成了电的黄色小鸭 闪出梦幻荧光增加泡澡气氛 而这些网购商品 光是搭上黄色小鸭热潮 业绩就成长五成之多 其他像是3C周边商品 手机套 耳机卷线器 还有小鸭造型的随身碟 更是买气 抢抢棍 主打其实参与还是年轻族群居多啦 所以会是一些 譬如说是3C的周边小物 或是生活上可以使用掉的一些 比较简单的一些家庭用品 不止灌小鸭超热卖 原本就卖黄色小鸭的品牌 也得挖空心思 抢商机 小鸭磁铁黄色 黑色 蓝色 统统有 抬头看备忘录 就能看到黄色小鸭 头可了 超夯的杯盖组 同样有黄色小鸭板 担心喝水喝一半打翻 手机进水 早就帮你设计好 杯子上拔出黄色小鸭防水塞 插进手机 但这还不够看 安安小鸭就开始充电 连行动电源也有小鸭套 iPhone Home键 黄色小鸭 手机座加音响也是小鸭 大鸭子来台湾的这个热潮 所以它的业绩至少成长无成 小鸭热潮从南岸烧到全台 抢商机抓紧重点 就是要让你看到黄色小鸭 东森新闻 蔡金林玉仁 谢兽凡在台北报道